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沒有錯 纳智杰N7今天正式發大 而且今天的董事長講了三個重點 第一個 就算現在的成本已經漲了10到20萬 但董事長 承諾 之前訂了一萬五千台 還有這兩天加訂了八千輛 總共兩萬三千輛 絕對明年交車可以在百萬以內 第二個是 除了這台230P 以及430公里續航領程的 附滿版百萬內之外 那中階的長程版 700公里的續航領程車 董事長剛剛透露了 130到140可以買到 那靜雲0-100加速3.8秒 460P 四輪驅動 能夠前後輪 各有一個電機馬達驅動的性能板 到底多少錢 是不是170-180呢 董事長就沒有透露 他說現在還在跟鴻海 還在彼此 在競爭之中 最新的納智杰N7今天呢 終於是呢 很完整的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其中霸擾今天記者會呢 公佈了最新的這個品牌的CI 現在以後呢 不太會看到 納智杰上面前面有個 大寫的L 再來呢 因為它是電動車 所以呢 前面的保險桿呢 覆蓋得非常好 旁邊這裡呢 它有像超跑一樣的導流孔 前方的下氣巴這裡呢 都是有導流設計的 所以呢 根據了解 它的風阻係數呢 可以做到0.28的CD值 它這裡則是個非常特別 像超跑一樣的導流孔 那知道EX上面這裡有個很特別 像GT-R的導流孔 那這一台N7則是從這裡來散熱 非常特別 它的鋁圈本身也是有做這個 低風阻的效果 中間的輪拱式蓋 也是全新的納智杰的品牌的CI 不過這台呢 可能是比較入門版本 所以它搭載是225 5518的胎圈的組合 注意看啦 它也是這個CCS-1的充電插座 上方呢 是慢充J1772 整個加起來就是CCS-1 也是符合台灣現在呢 很多的公用充電站的使用 車尾這裡呢 我覺得非常好看的是呢 讓我想起了高階品牌 寶石捷 Coupé 凱燕Coupé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它比凱燕Coupé 更好看的是 它這個穿透式的尾燈 很漂亮 其實呢 這個納智杰的N7呢 你可以選擇五人座 或是5加2 如果今天這台是五人座 標準五人座的話 它後面這裡 它下面這個置物空間 蠻大的 第二層的空間 不過它是沒有備胎設計的 沒有備胎設計 不過這裡你看 它裡面放很多乖乖 怎麼會這樣 好 那再來如果說把這個蓋板蓋起來的話呢 它則是一個完全平整的空間 它跟許多電動車一樣呢 它的底板是一個電池 所以呢 非常非常的平整 全國領事 而且呢 一般來講 像這個車後面 西部空間大概只有10公分 但是納智杰呢 它可以坐到將近有16.5公分左右 而且前面 這個書包袋 還有這個小小的袋子 這個袋子應該是可以放手機 這也是非常的巧思喔 不怕你手機的放人到處亂丟 還有這個 後座的出風口 以及一個Type-C 以及一個Type-A的充電的插座 而且它這個椅子本身 我個人覺得 跟其他的納智杰 比較頂級的車款一樣 它的皮質 非常的柔軟 而且還具有透氣皮的效果 中央的扶手 質感很好 它後面這塊布呢 也是絨布的 上方呢 有這個不可開啟的全景天窗 門板設計呢 則是呢 上方這裡 是這個方德花紋狀的 皮質包覆 防鋁製的門板 還有下方這個 雙色的內裝 非常非常好看 然後座的空間真的是不錯 你看 如果以我一個 前面調整我的標準座姿的人 來講的話呢 後面 我的西部空間呢 還有一個拳頭 兩個拳頭 又兩個指頭左右 這非常的棒 不過呢 它的第二排這裡呢 五人坐了 它就沒有辦法有這個 椅子的前後滑椅 目前看起來呢 它的後面的椅背 椅背的調整的部分呢 好像也沒有這個 多段式的可調 那電動調整的椅子 這個沒有話講 雙色的內裝 還有 它前面 衣表台這裡呢 前方駐手席呢 這裡是 硬直的塑料 加上這個方格的花紋 這裡呢 則是 有皮質的包覆 以及全新的納智姐的品牌 CI 它的手套箱呢 則是沒有紙容 但如果這台才是百萬內的空間 我覺得可以接受 這個非常熟悉的 方向盤的握感 這個跟UX有點像 但是比UX呢 它的握感出了非常的多 而且呢 從前面可以看到 它可能是A-DUS的 是完整的 Level 2的系統 前方這個呢 液晶螢幕 中間是自動更車 這裡呢 則是續航里程 這邊的是檔位 顯示 後面則是沒有動能回收的 調整的 撥片 不過呢 方向盤本身也是一個 全新的 納智姐的品牌CI 在中間這裡呢 它跟韓系的這個電動車 比較不一樣的是 韓系電動車習慣是 在前方這裡呢 雙12.3吋的這樣的液晶螢幕 但是納智姐 它只是在中間 有個類特斯拉的 這樣子的大的螢幕 上方這裡也可以調整 它的頭燈啦 以及一些基本的功能 而且它是有 駕駛模式 有包含Sport Normal 以及Eco模式 還有這個應該是360度的緩解 還有許許多多的功能 冷氣的調整 則是在這比較下方的地方 但是如果說呢 能夠把這個冷氣的介面 往上調的話呢 相信使用起來會更加的方便 還有這個 跟韓系電動車也非常類似的 往上 鏤空的 這樣中央的扶手 下方這裡可以放個女生的 包包沒有問題 不過這方向盤本身呢 則是手動調整的 這裡呢 它的 書爆燈 LED的 但是它不是觸碰式的 這裡它的後照鏡也不是這個 無天空式 但嚴格來講 如果今天這台車 它是 所謂的430公里續航里程 以及230匹 百萬以內 但我個人覺得 百萬以內這個質感 沒有話講 因為它是電動車 它是電動車 電動車的成本很高 還好有一個鴻海的 MIH的平台來進行 支援 所以那這些台如果在百萬以內 很不錯 就算它是長程版 剛剛董事長透露的 130萬上下的話呢 我個人也覺得 可以接受 但如果是性能版本 超過180萬以上的話呢 就是個人就覺得 要考慮一下 這就是呢 今天可以看到這台 最新的 納智捷的N7 那除了這個 納智捷的N7之外呢 其實有台車 大家今天可以特別關心一下 就是呢 這一台 納智捷的Model B 現在也證實了這台車 NEDC續航能量呢 是450公里左右 而且這台車 也確定納智捷 要進行國產化 這是Model B 大家可以期待 這台車非常漂亮 賓妮法麗娜 設計的外觀 Model B這台呢 現在也還談喔 是不是呢 納智捷本身 也要來進行量產呢 刀科技 裡面的螢幕 是具有四個 不過這台車 也算是原型車啦 所以具體量產 到底是納智捷 會把這台 所謂的皮卡 電動皮卡來進行量產 還是會像之前所謠傳的 由美國一家 新創的汽車廠 來進行國產化 進行量產呢 這個就有待後續的了解了 這就是今天呢 那豬豬哥來到這裡呢 我幫大家看細節 納智捷的恩情 百萬內 我能夠接受 很不錯 好 每週一週五晚間九點 別忘了YT搜索 中天車想家 每週三 套餐廠十二點 豬豬哥來聊車 陪你一起來直播 更別忘了幫我們 按讚 點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